110年秀林香家政班解训典礼28号晚上在文兰村米亚丸部落举行 而这次邀请到讲师来教家政班员制作原住民传统碑楼 经过18小时的训练课程 学员们完成了原住民族传统的碑楼 让大家重温早年祖先在高山生活时所使用的人力复运物品工具 110年秀林香家政班米亚丸班员邀请讲师来教学员们制作原住民传统碑楼 经过18个小时联系课程 28并且举行学习典礼 包括秀林香公司社会科科长吕艾美 文兰村长田文才 秀林香妹代表蔡培果成美联共同来进证学员们的成果 他希望其实透过我们家政推广 我们这个是推广教育 他希望透过这样的平台来培育我们更多的工艺匠师 那当然现在我们线上比如说像那个朱尼啦 维拿 他其实他们从以前都是家政班的班员出来 可是他们现在就是变成我们的工艺匠师 当然他们要付出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因为我们光客这边有一些就是在培训工艺匠师的 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 也有没有时间可以配合的话 我觉得不管可以去上这样的一些课程 环节是传统的 在我们庙这个一次的那部主的Bromo 今年这个是我的妈妈的Bromo 都这样 现在要感谢我们的牛老师 那个Kawa Kenishan 这些都还说了 那些人都在这里 那些人都在这里 没办法呢 你看 你不然的话我们也是在开课 因为我们不能处理三国不落 这次也是感谢我们之类的代理 能够被这个预算 能够给通过 每年的家政班 一直在增加一直在增加 要来建委的代理 建委的代理 我们可以表示 贝勒是原住民传统的负债工具 轻巧耐用 以往是以黄藤贵族为主要的制作材料 不需要任何钉装 纯粹以手工编织而成 由于止轻而且耐用 这些还是唯一原住民最喜欢的用具 作为上山柴果 在运物品的工具 记得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